真言第十八章 屈网易人是不对的 愚昧人的嘴引起纷争 他的口招来则打 愚昧人的口自取灭亡 他的嘴唇是自己性命的网罗 搬弄是非的人的言语 如同美食 深入人的脏腑 工作懒惰的是灭亡者的兄弟 耶和华的名是坚固的高台 一人投奔就得安全 富翁的财物是他们的奸诚 在他们的想象中有如高墙 灭亡已先 人心高傲 尊荣已先 必有谦卑 不先聆听就回答的 这就是他的愚望和羞辱 人的心灵能忍受疾病 心灵忧郁 谁能承受呢 聪明人的心获得知识 智慧人的耳朵寻求知识 人的礼物能为他开路 引他到大人物面前 首先陈述情游的似乎有理 等他的临舍来到 才可以查明实情 抽签能止息纷争 排解二墙之间的纠纷 触怒兄弟要劝他和解 比去奸诚还难 这样的纷争如同堡垒的门栓 人口中所结的果子 必使自己的肚腹饱足 他嘴里所出的 必使他饱足 生与死都在舌头的泉下 爱把弄这全饼的 必自食其果 密得贤妻的就是密得幸福 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宠 穷人起恩哀求 财主却声色俱利地回答 朋友众多的人 终必彼此破裂 但有一位朋友 比兄弟更亲密 警察